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8月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对台湾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反制措施 到底有没有用 反过来对中共的伤害又有多少 中共在佩洛西访台之前 一直叫嚣随远必诛 外交部高喊拭目以待 东部战区在8月1日发布影片辅助 埋葬一切来犯之敌等威胁自由 中共并安排多重军事演习 东部战区7月30日在台湾海峡最窄处 距离台湾新竹仅125公里的福建平潭附近水域 进行实弹演习 8月2日上午 中共还派出了多架军机逼近台湾海峡中线 中共还派出多艘军舰停留在海峡中线附近 结果佩洛西安然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所有的这些叫嚣最后变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然后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佩洛西抵达台湾后宣布 中共军队将于4日至7日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网友戏称继续炸鱼 只炸鱼也不行啊 总得来点硬的啊 于是在北京时间8月3日国台办宣布 有关部门决定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绿水果冰鲜白带鱼 夹竹菜鱼输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决定暂停天然沙对台湾地区出口 相关措施自2022年8月3日起实施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8月3日表示 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湾民主基金会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打着民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 在国际上大肆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极力拉拢贴靠外部反华势力 攻击抹黑大陆 以金钱等为诱饵 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 企图破坏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 大陆方面决定对上述基金会采取惩戒措施 指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合作 依法惩治为上述基金会提供资助或服务的组织 企业个人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禁止大陆企业个人组织 为上述基金会捐款的宣德能源 灵网科技 天亮医疗 天眼卫星科技等企业进行任何交易合作 禁止有关企业负责人入境 这是目前为止 中共对佩洛西访台之后 所做出的一个军事上 三个经济上的所谓反制措施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这一个军事上三个经济上的反制措施 到底有没有用 8月4日到7日 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它也就是在那放放空炮 因为自佩洛西访台之后 美国的航空母舰 还有重要的军事配备 都会在台湾海峡和南海 长期的停留 就不再走了 所以中共对于台湾 也就是只能在旁边打打所谓的实弹演练 然后吓唬吓唬人 他根本不敢对台湾实行真正的行动 不过台湾海峡的鱼就遭殃了 另外对于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 和冰鲜白带鱼 竹甲菜鱼的输入 也就是禁止台湾这些产品销往大陆 你要知道 以前大陆没有改革开放之前 台湾这些个水果难道就不卖了吗 你中共穷的时候台湾的水果就不出口了吗 没有你大陆他们就不活了吗 世界并不是只有台湾美国和大陆的 还有众多其他的地区 你中共不要这些个水果和冰鲜产品 台湾一样可以出口到其他地区 它可以出口到日本韩国美国等等 这条反制措施根本伤害不到台湾 至于暂停天然沙对台湾地区的出口 是的 芯片的原料是硅片 硅片的原料是天然沙 台湾地区天然沙进口量的90%以上 确实来自大陆 而台湾芯片占台湾2021年出口额的34.8% 中共以为这个反制是打到了台湾的七寸 但是天然沙就像稀土一样 并不是只有大陆有 之前别的国家没有开采 只是由于别的国家在乎环保和人工成本 从大陆进口便宜而已 现在大陆不卖 台湾一样可以从别的地区和国家买 要知道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基本上是依靠台积电的芯片 如果它不出口天然沙给台湾 那么台湾一样可以不出口芯片给大陆 看最后谁的损失大 中国现在往外出口最主要的就是积电产品 因为袜子鞋等中低端产业 基本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一带了 中共这是杀给一千自损一万的策略 中国的积电产业若没有芯片的话 那它全部都会玩完 大陆的出口企业基本上都会倒闭 它就根本没有钱去赚外汇 那么大陆的经济也会崩溃 自从美国启动严厉的对华芯片封锁政策之后 中国获取精密芯片的途径 只剩下两个台资芯片制造企业 从香港走私 香港走私现在越来越难 中共在天然沙上反制台湾 那中共也拿不到精密芯片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讨老外的电子设备 然后拆出来二次使用 现在福建人把这个行业已经做到了极致 没有上涨的空间了 所以这样反制台湾还没怎么样 中国自己先完蛋了 第三个反制对那几个企业的制裁 也就是那几个企业的损失 这倒是实打实的 但对台湾来说没什么影响 另外听说台商的账户被冻结了 支持台商自己活该 这就是台商贪婪成性和做中共孙子的下场 世界那么大 你非要去中共那淘金 挣的差不多你就该溜了 但你不跑 贸易战不跑 疫情不跑 恒大危机 河南银行 唐山打人还不跑 现在账户被冻结 真是活该 中共的拳头一向是落在爱国爱党人的头上 之前是香港四大不要脸 现在是台商 并美国之音报道 佩洛西访台冲击波扩散 英国议员也要组团赴台 据英国卫报报道 消息人士称这个计划原定在今年年初进行 但由于这个代表团中有一名成员病毒检测阳性因而推迟了访台计划 报道说计划推迟到11月或者12月上旬 这个和佩洛西一样 之前被中共威逼恐吓不敢去 拿新冠阳性做挡箭牌 现在一看佩洛西去台湾 中共没敢动手 于是又启动了访问台湾计划 之后美国副总统甚至总统 美国各路官员 日本的首相欧洲领导 哪国政治家不想去台湾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只纸老虎 没有哪个国家在把中共当回事了 台湾的重返联合国 也会指日可待 所以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的国际空间会越来越小 它所谓的反制措施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只是中共的自我安慰而已 而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曝光会越来越多 路也会越走越宽 直到有一天台湾在联合国彻底取代中共 之后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蒙古 在联邦框架下共同治理新的没有中共后的中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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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